全部馬不準備躺躺九場賽事三班千四 大熱是一 王奇駒隨時起步 好,你一開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紅運帝王 外面黃衫大細之庫搶 裡面有合約精神中檔橙衫飛馬將軍 第四位就是紅運帝王 第五位外面馬僑雄 第六位還有星洲之光 有很多層 外面論文、黃衫、啡色帽、川河首區 後面六匹馬 美麗歡聲馬爾代夫 潮州精神在尾四 尾三就是士跑得 後面兩匹馬神虎龍驅 以及一隻威威鬥士暫時殿後 轉香港大學遠彎 大細之庫放出來貼籃 接著第二位是合約精神 第三位馬僑雄 內蘭第四的馬還有星洲之光 第五位飛馬將軍 第六位黃衫 內蘭未知川河首區 有一點點不規矩 第七位藍衣、藍武 就是紅運帝王 外面馬爾代夫 後多層還有論文 拿出去了 紅武六三潮州精神 後一點才見到神虎龍驅 正在直路 大細智庫佔仙少少 見到合約精神 三幾個節目拍上來鬥 後多層 川河首區 外面紅運帝王 外面追蹤潮州精神 神虎龍驅 最後二百多米 紅運帝王先出來了 前面有川河首區 外面追上來還有潮州精神 最後一百米 紅運帝王拋來一個新衛爺馬 跑第二名 潮州精神 第三名川河首區 第四名是神虎龍驅 結果這場賽事 真是流放尺寸 調教僵口 都不容易 這隻紅運帝王 打開勝利之門 亦都拿到一個特別獎金 一百萬 一五二正路的第四名 最難的 潘頓 紅運帝王 最後二點四倍 五號的潮州精神 巴道第二 第三名 二號 川河首區 何宅爺 十四也難 神虎龍驅 楊明倫 楊明倫難滿 對呀 一百三十一倍 不過真的都流得不簡單 紅運帝王 中段都幾搶口 潮州精神都繼續交到追勢 外面追也是蝕的 三間一預計派彩 勝出A1隔夜熱門 派十四個半 潮州精神都挺大 潮州精神 撲上的勢也挺厲害 不過一號 再厲害一點 暫時熟一點 外面還有一隻神虎龍驅 都追很多 好 廉馬斯王有預計賽過 廉馬斯編後六號的羅富全 今天三圈三十六分封王 賽丹麥追兩場 現在先贏一圈 紅運帝王 今次 四連環預計派彩 1號2號5號14號 派2,303元 四重彩預計派彩 1號5號2號14號 順序派2萬052元 5號1號2號1951號 4號5號5號4號2號 나올了 恭喜雄雲帝王 馬主獲得自購馬首次勝出第三班賽事的港幣100萬元 特別獎金 論文也沒有特別 始終是情緒 比較急 我想可能要在背臂上著手 又是艷蕭 明天拿著艷蕭 真的值得跟進 看看怎麼跑 一檔合約精神出集順利 中間位置是雄雲帝王 潘頓也在打燈 看看是否多快馬 外面是大小智庫 白黑衣服 黑白衣服 馬竅雄格仔 到這裏 雄雲帝王開始搶口 所以這場頭馬也不簡單 因為早段都很亂 後面是川河首區 外面是倫雲馬 熱代夫 潮州精神暫時在尾四島 試炮得 神虎龍區 是 何澤堯都聰明 看到潘頓搶口 給了兩步 不要跟著他 鑽在內蘭 也想著他亂龍 害怕 那隻川河首區 步速 頭兩段偏慢 去到彎位這段 合約精神 就上來拍著那隻大小智庫 走一下 這段又快回 實力馬也是在居中 潮州精神就抄中外檔 神虎龍區就在他後面 馬爾代夫也洩不到 這段沿路走三疊 回到來他不是完全斷 不過可惜馬尺寸 這樣洩發就不行了 馬蕭雄又怎樣 你看蔡明少 他有打在右手邊 但馬是手握 他已經硬開了腿 但不能撐出來 想用右邊膝蓋 但也不行 他整個人都靠在一邊 但這裡再撐 再撐 都撐不到 但他又不是散光的 浩文也散光了 閃微閃微 對 兩者都輪盡 過終點都看一看 有沒有鬆開 有沒有脫口 分斷時間頭段13秒46 第二段22秒12 第三段22秒82 末段22秒96 總時間1分21秒36 這場比標準時間快四線的